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前几节我们讲了这个正者表白式引擎的一系列算法原理 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开始看一看如何在代码上去实现我们前面几节讲过的算法 那么知道这个算法原理呢,和实际用代码实现还是差别很大的 只有通过这个代码实现,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原来对这个算法原理有理解不够深刻的地方 那么具体通过实现了之后,我们也能够进一步加深对原来算法原理的实际掌握 OK,那么在这一节的话,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我们原来这个算法原理的一些有关的基础数据结构 在前一节我们讨论的汤姆森构造中,我们的汤姆森构造呢,一般有以下三个特点 就是我们汤姆森构造,每一个构造都有一个起始的这个状态和一个这个结束的状态 那么有了一个起始节点和一个结束节点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关注这个每一个节点出去的这个边的状况 那么在这里面呢,每一个汤姆森构造的一个节点呢 它出去的边都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呢,它就是只有一条单一条边对应一个单个字节的输入 一个单个字符的输入是这种 第二种情况呢,是这个节点出去有一条边 它是一个对应一条L神的边 那么第三种呢,是一个节点可以有两条边出去 它对应的是两条这个Epsilon边 那么任何这个节点出去的边呢,就只有这三种情况 我们不可能有一点,没有任何一个节点是这种情况 比如说它有一条这个对应单字符的边 同时又有一条对应这个Epsilon的边 这种情况是不能够不允许存在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状态节点出去的边 只有在这里我们刚才描述的三种情况 一个是这个边对应一个确定的一个字符 第二个是这个边对应一个这个Epsilon边 第三呢,就是这个点呢,对应两个这个Epsilon边 ok,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要根据这个 这个状态节点的特点呢,先定义它的数据结构 我们的代码是这样的 在我以前已经有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项目 所以已经实现了一个这个政治表达式的算法引擎 那么这个项目的开发呢,是在我的课程 这个加法编译器里面做的 如果有朋友已经看过加法编译器的话 那么可能对这一节稍微有点熟悉 但是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相信回头再来看一看,复习一下 也是很有收获的 对于没有参与到这个编译器课程的呢 同学呢,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再进一步一点一点的分析 在整个这个结构之中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Termus Construction这个项目呢 必须要引用这个Input System 大家不用管这个Input System是做什么的 这个Input System实际上只是简单的 从这个控制台上把这个输入的这个字符读进来而已 那么它这里面具体的实现呢 大家不用去关心 只要知道它是一个这个用来从控制台上 获得输入的一个系统就行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类叫NFA类 这个类呢,就是用来模拟我们刚才的节点的 模拟我们刚才这一个节点的 OK,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实现 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叫做这个Ankle的一个数据类型 这样的一个这个为局类型 它的意义是这样的 给大家写试一下 那么我们正者表达式的时候呢,写一个正者表达式 如果是仅仅是B的话 如果仅仅是B的话,那我就不能匹配这个字符串 因为我这个字符串并不是以这个数字A开头的 那么所以说这个如果我在这个整个正者表达式中有这个上肩头上肩上肩号的话 那么我这个Ankle就设置为START 同理,如果我这个正者表达式中有一个后面这个美元符号的话 就表明我匹配的正者表达式 必须是以前面这个美元符号这一个字符结尾 才能够匹配我这一个正者表达式 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是有这个多了符号的话 那么我这个Ankle这里面取的值就是这个N 如果它既有三千号,又有下,又有这个 那么它是这样,如果它既有这个上肩号,又有这个美元符号在后面的话 那么我们设置同色Bose 那么有这几个符号呢 对我们后面这个正者表达式的解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OK,这是这个前面这个美举类型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里面的这几个值定义的呢 是我们这个边的类型 那么我们的刚才我们说过一个节点可以有两条出去的Epsilon边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有Epsilon边的话 要不就一条,要不就两条 那么这样的话,它边的类型就是这个Epsilon 那么如果它这个 如果它这个对应的这条边是一个对应的是一个字符集的话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字符集 在正者表达式中有一种这种类型是一个中间大滑号 然后A-Z 那么这样的话表示的就是所有这个小写字符的一个字符集 那么对应的就是这种类型 例如数字的话是0到9 那么这个表示的是所有这个阿拉伯数字 那么如果是0到9或这种中括号扩起来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这个边就采用这个CCL 那么如果这个节点没有出去的边的话 如果我们的节点没有出去的边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边的这个状态就设置成Empty 然后这个阿斯克马抗指的是127个阿斯克马字符 也就是我们当前的正者表达式识别的这个字符串 只能识别包含阿斯克马字符串的这个字符 OK 如果要是具体的这个哪一个字符的边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具体的这个字符的阿斯克马直传进来就行了 比如说如果这条边对应的是像这里面 对应的是一个这个小的字符A的话 对应这个小的字符A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边的edge设置成刚才小写字母A的这个阿斯克马值 那小写字母A的阿斯克马值我记得不错的话 应该是96左右 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设置边的类型 对应的是边的类型 那么这个边呢 对应的基本上这几大类 或者是对应一个具体的字符的阿斯克马值 OK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下面有一个这个set呢 是用来存储这个字符几类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面对的是这种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字符类是这个A到Z A到Z 那么这样的话就表明我这个点的边对应的是26个小写字母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把26个字母放入到这个set里面去 大家看它的类型是这个by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集合set呢就包含有26个字母 如果是这个0到9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我这个集合set呢就包含0到910个数字 所以当有当我们的边设字符几类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集合去存储这个字符几类中对应的每一个字符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下面还有两个这个next和next2 因为这里面主要是这样的 对应于我们这个一个节点 它可能有拉出一条边指向另一个节点 或者拉出两条边对应两个节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next1和next2就是对应的 当前节点指向的下一个节点状态 如果当前节点有两条ε边的话 那么这个next和next2就不为空 如果我们当前的节点只有一条边指向另一个节点的话 那么next不为空 那么next2就是空的 那么如果我们当前的节点呢是empty的话 就是取直是empty的话 那么next和next2都是空 OK 这就是这个后面两个next和next2呢 就是当前节点所要跳转的下个节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stainnum指示当前节点的编号 OK 这个节点的编号指示用来记录当前这个节点的 它的作用不大 这个visit呢是用来看这个节点是否已经被便利过 这在我们后面去打印这个整个这个状态期的时候 这个节点很有作用 那么实际上我们整个状态期呢 构成的这个结构呢 就跟我们图论中的图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去便利每一个状态期的节点的时候 就有点类似于图论这个图 对每图中的每一个节点进行便利 那么便利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变量来记录 当前这个节点是否已经便利过 如果已经便利过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便利了 那么这是这个visit的一个作用 那么后面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辅助函数 大家拿到代码可以看一看 这里面有需要强调一个叫做这个setComp里面 需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setComp里面是这样的 对于这个set我们有一个字符集的时候呢 假设我们现在对应的这个字符集 是所有小写字符集 那么这时候有一种情况是在前面加一个这个小括号 这太小了给大家放大看 OK大家看 那么如果我对应的是字符集的话 那么前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尖括号的话 就表示对这个字符集取法 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个尖括号的话 那么我这条边对应的这个跳转的字符就是所有小写字符 如果有这个尖括号的话 他就取法就表明我当前这条边对应的字符是非小写字符 也就是任何不是这个26个小写字符的字符都可以从我这条边进行转换 所以这个上括号呢就是一个取法 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发现这条边这个字符集里面有这个上括号的时候 我们就要调用这个setComp里面去取法 取法就是这样的 我便利所有128个127个20克马字符 那么这些字符如果不在原来这个字符集中 那么我就把它加入到新的字符集 大家看到 假设原来我是有这个A到Z的话 那么我就在原来这个set里面 就在原来这个set的这个对象里面 放入了这个26个字符 在 在这里面 在这个inputset里面 那么这个inputset呢就包含了这个26个字符 比如说是A B C 一直到Z 这是这个inputset的这个所包含的这个内容 这时候如果前面要是有一个取法的话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就会调这个setComp里面 这个setComp里面先 New一个新的这个集合类型 然后便利所有127个阿斯科码字符 如果某一个阿斯科码字符并不包含在这个集合中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字符加入到这个newset里面 如果包含在这个小写字符的集合里面的话 我们就把它忽略掉 这样的话得到的这个newset呢 就是不包含这26个字符的这个其他字符的集合 所以这个函数对应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上千括号 对于这个呃呃 字符集进行取法的这种情况 OK这就是这个setComp里面的这个主要目的 那么在后面呢 呃 当前这个状态节点它拷贝一份 因为在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需要去啊拷贝当前节点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改变某个节点的 我们只需要需要有些有一个节点的信息 但我们不需要在不希望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去改变某一个具体节点的时候 我们就要拷贝一个当前节点OK 这就是一个对这个节点的自我拷贝 那么在后面呢 那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这个NFAPair 这个NFAPair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对应着一个头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 大家看到任何这个呃 任何一个tompson构造呢 必然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 任何一个复杂的这个tompson构造 所构造成的这个呃 状态机呢 都有一个起始节点和一个结束节点 那么这个起始节点和结束节点呢 就对应着这个里面的star node和m node 那么它具体的使用呢 我们在后面啊进行深入的这个开发和调试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另一个是这个 需要大家看的是这个 呃 nfa manager 这个nfa manager呢 实际上是这个nfa节点的一个这个呃生存器 也就是它的一个生存工厂 在这里面呢 我们默认最多一个这个呃 可分配的这个nfa节点呢 就这个nfa对象呢 最多不超过256个 ok 那么我们把所有这个 那么我们每一次从要创造一个这个nfa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直接用new的这个指令去去构造这个nfa对象 而是要用这个manager的new nfa来分配一个节点 这个new nfa呢 会在我们这个呃 如果会在我们在这个可用对战里面去呃 弹出一个可用的这个对象 如果这个对战已经没有了的话 对战里面没有可用的这个节点的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新生成一个 然后加入到对战中 如果生成的数量超过了限制的话 那么我们就得到当我们就会抛出一个异常 在这里面有个l很多了抛出一个异常 那么这个节点是可以回收的 当某一个节点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回收的节点把它给清空 叫做clear stay clear stay 是这个nfa这个类里面的一个函数 给刚才给大家看到过 然后把这个回收的节点压回到这个对战上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这个stay呢 是这个节点的一个nfa节点的一个资源池 当我们需要一个节点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对战的这个资源池里面去拿 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空余的这个节点重新 压回到这个nfa这个节点对战中 已被后面使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做了一个这个nfa节点的一个这个生存工厂 就是这个nfa manager 所以它的逻辑也很简单 OK 大家看一下应该比较容易了解 那么另外需要这个 大家需要理解的就是 有一个叫这个这个lexer lexer呢 它本身的这个逻辑稍微有点复杂 在这里的时候呢 先不需要大家先不需要去关注它 那么这个lexer的主要目标主要目的呢 就是从这个输入中读入相应的这个政治表达式的这个字符 然后把政治表达式的字符读进来之后进行一定的解析 然后把相应的解析结果返回到我们的这个逻辑中 返回到我们的逻辑中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演示这个lexer的具体内容 现在呢 大家先知道有这一个知道这个lexer类 后面我们再通过这个代码演示的方式 进一步去剖析这个lexer类的一个实际的作用 OK 这里面是大家需要关注的 好 那么下来呢 另一个呢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湯普斯过照的一个主要的入口 在这里面也很复杂 那么大家先不要去关注其他这些东西 而是直接当下呢 直接先跑到我们这里面 这个先跑到我们的主入口函数 大家看 我们的主入口函数是在这里面 这个main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主入口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主入口函数里面 真正启动这个湯普森构造的 实际上是这个runnfa machine construct example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会启动这个湯普森构造的这个整个流程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这里面呢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是要构造一个单个这个 最简单的一个湯普森构造 就是这个构造 大家看在这里面有一个起始节点 然后吸收一个单个字符 然后跳转到下一个节点 OK 这里就是第一个这个函数呢 就是要构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湯普森构造 那么后面呢 相应的就是构造一个 对一个点去构造一个这个政治法拉斯 一个点的话就是它能匹配任何的这个 任何的字符 那么后面这些呢 它相应的构造呢 我们在后面会具体的给大家去进行详细的解释 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跑起来看一下 那么大家在这一节呢 由于这个项目 由于这里面代码比较多 一次给大家的代码比较多 那大家不要去不要紧张 只要知道我们这一节提到的几个类就可以了 一个是这个NFL 把这个NFL的这个里面的代码逻辑呢 给我们这一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湯普森构造 先对应起来 了解到这个基本的数据结构就可以了 另一个给大家要提介绍一下的是 这个后面 这个是NFL Interpreter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类呢 驱动我们构造的这个状态机去识别输入的字符串 那么这个驱动过程呢 就是由这个NFL Interpreter来实现的 OK 实现的由这个NFL Interpreter来实现的 另外呢 这个Interpreter呢 还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这个函数 叫做EAptional Closure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怎么去构建一个Aptional Closure 那么这个构建的具体算法呢 就在这里面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 在这里面给大家先 先给大家去这个提一下 如果大家拿代码的时候有兴趣可以去调试一下这个内容 第二个呢 我们是还有一个就是计算这个转移集合 那么就是这个Moon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转移集合是怎么运算的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会再进行详细的解答 OK 那么另外有一个呢 就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入口函数 然后主入口函数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设置一个断点 OK 然后我们跑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OK 输入的时候 他要求我们输入一个红定义 红定义是这样的 一个D 我们可以用来表示一个0到9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呃 制服机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这个正者表达式里面 当我们在正者表达式里面遇到D的时候呢 我来放大一下 当我们在这个正者表达式里面有这个红定义的时候呢 比如说是D 然后我们有个红定义是0到9 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这个正者表达式这样的D星 那么我们解析的时候会把它解析成 0到9 然后星是解析成这样的 是解析成这种情况的 我们只有解析成这种情况之后 再输入到后面去去 再根据这个情况去构造这个 构造这个状态机 如果不把这个D扩展成这个0到9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 我们后面的这个解释器呢 就会以为D对应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单个字符 实际上D对应的是一个字符集 也就是所有这个数字字 所有阿拉伯数字所组成的字符集 因此这个红定义 表示的就是这个某一个字符所对应 需要进行一个具体的转化 那么这个红定义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字符串中 要把这个D用后面这一部分来替换掉 另外要加上一个括号 那么这个跟我们这个西语言的红定义 其实是一样的 OK 这里面是会进入到一个红定义 然后输入一个n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大家看这里面我们输出这个红定义的替换 这个D呢 表示它的字符集就是0到9 OK 那么有了这个D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这个正着表达式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先输入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正着表达式 因为我们在调用这个让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 只把这个只解开了一个 就是只让只运行的是这个孔子抓nfa for single character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我们现在构造的这个仲态集就只有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输入一个简单字符a 然后紧接着n okn之后我们就跑到这里了 跑到这个主函数里主入口里面来了 主入口的话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出使坏一个类 这个machine constructor 是用来去构造这个淡浦生构造的 用来去构造淡浦生构造 然后调用这个接口去构造 去构造这个类型的淡浦生构造 那么在这一节呢 我们先不深入的去介绍这里面的具体的这个代码逻辑 在后面我们再一点一滴的去深入介绍 在这一节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个代码的一些基本结构 以及这个呃相关的一些基础数据结构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整个代码的一个大概框架 ok我们往下走的时候走下来 然后ok我们就建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在这个时候跑了这一步之后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际上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已经形成了 形成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逻辑结构打印出来 ok大家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构造了一个逻辑结构是这样的 这个逻辑结构有两个点 这个点呢 第一个点呢 是nfsstate 第一个点的编号是1 第二个点的编号是2 那么还有一条边是on on是指向这条边是a 大家看一下这个startstay是这个1 然后stay2就是这个节点 那么on就是这一条边a ok 所以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信息呢 下面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一个信息呢 这一个信息呢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这一个 对应的就是这一个这个 我们这里面显示的这个tompson构造 那么后面更复杂的构造呢 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解释 ok 这里面就是给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按照现在这里面跑起来去先看一看 大家也可以把这里面的这些 啊语句解 把这里面的语记都给反编反注释之后 再运行起来试一试 那么后面这些语句的啊 这些罗代码有实现的逻辑呢 在后面呢 我们还会深入的一点一滴的给大家慢慢的去介绍 所以在这一节呢 大家知道这个NFA这个类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个大致结构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NFA Constructor 这里面呢是专门用来去对这个 去对去构造这个前面我们说过的这个他们生构造的 那么每一个这里面每一个这个调用接口呢都对应相应的看我们的构造 这个K呢是根据这个就是把两个正值表达式合成一个 就是把两个表达式首尾相连做的是首尾相连 那么两个表达是首尾相连的这个他们是构造算法呢 在前面的章节也给大家解释过 这里面是代码实现 在后面的课程呢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里面的代码逻辑 OK我们看一下 OK 这里面是一个辅助函数 这个Factor呢实际上对应的是这个 上面我们前面提到过了这个摊普生的臂包操作 臂包操作就是对应的是这种带有信号的操作 以及带有加号的操作 带有信号呢就表明对这个正值表达式呢 重复零次或多次 带有加号呢是指对这个正值表达式重复一次或多次 那么他们对应的摊普生构造呢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也提到过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对应的这个具体实现 OK 这边就对应的具体实现 那么这里面的代码逻辑呢 在后面我们都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这边只是给大家大概去看一下 大家拿到代码之后可以看一看 先把这个代码理解一下 在后面呢 我们再进行每一个细节进行详细的解释 如果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发现这个有些地方不理解的不要紧 那么大家这一次只要理解这里面 这个类是什么意思就够了 以及这个nfa manager的作用 那么其他的不理解无所谓 其他的这些代码呢 我们后面都会详细的去解释 然后这个thompson construction呢 知道这个主入口是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后面这里面的代码 我们会一点一滴的调试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实际上代码有两个工程 一个是这个thompson construction 一个是这个input system 我们这个工程呢 需要引用到这个input system 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 大家看在这里这个property的时候 我这里面引用这个input system 也就是说我要引用到这个类 这个input system呢 大家不要去看 这个input system实际上是没什么作用的 只不过由于一些代码历史遗留的问题 原因我把它留在这里 这个input system只是简单的从这个 刚才简单的从这个控制台去读入 这些数据而已 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具体的作用在我们这个thompson construction 这一个工程项目里面去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这节的内容 大家只要了解这个nfa类的这个 这个啊这个类的这个nfa类的这个构造 以及了解这个nfamanager 是如何分生成和回收这个对象的就可以了 后面的呢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 再具体的去啊 再具体的去这个讲解 同时呢大家跑起来 像我刚才一样跑起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结果 知道我们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可以打印出这个啊 打印出相应的thompson构造之后 那么大概了解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这个作用就可以了 那么后面这些顺序呢 啊这些信息的解答呢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再具体的具体的了解 但拿到代码的时候跑起来先用一用 得到一个感性认识 有了感性认识之后 我们在后面深入的去解析它的基本原理 那么大家理解起来就会更加容易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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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